学期接近尾声,花莲市立幼儿园21号举办了小班教学主题成果展 市长魏嘉贤前往了幼儿园和孩子们一起闯关同乐 看待小朋友们的学习、创造以及反应能力 市长爸爸也为孩子们的表现竖起了大拇指 花莲市立幼儿园小班教学主题成果展示 根据这个学期小班主三个班级的学习区内容来进行规划 安排五个学习区的活动有六个关卡 市长魏嘉贤也特别前往各个关卡和小朋友们互动 同时他也称赞小朋友们的学习能力和反应力都非常厉害 那因为疫情期间,我们的课程,孩子的课程也都是断断续续的部分 那也真的要非常谢谢老师跟家长的一个大力配合 那在今天,我们也呈现出小孩子的一个成果展 特别是小班的部分 那小班的部分在我们生活里面 在学习的过程里面有一些游玩有趣的一些课程 我们把它融入在里面 分别有积木区,还有一个数学区,美劳区跟艺术区的部分 那我们把这几个区块把它连接起来 那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语言的部分 那经由游戏的过程来看孩子的成长 我相信每一个孩子虽然碰到疫情的关系 多少受到一些影响 但是我们看着孩子的成长都持续在前进 那我们未来也会因应疫情来改变一些学习的方式 让孩子们能够不受影响的影响 能够一起成长,一起快乐的长大 美劳区要使用吸管水彩创作 市长爸爸跟小朋友们一起发挥想象力 有的画出烟火,有的画出色彩丰富的花朵 每一幅都是独一无二的作品 数学区和小朋友们一起动动脑 合力完成蛋壳拼图 语文区和孩子一起来进行儿童瑜伽 小朋友们可以选择要做出猴子、狮子、猫咪的动作 而市长爸爸则是挑战做出青蛙的动作 现场笑声不断,也让孩子们留下深刻印象 市长温家庭表示 透过成果学习可以让家长了解孩子们在学校所学 他也感谢家长支持 把小朋友送入市立幼儿园就读 从中学习同才相处的人际 寄到极良好的生活养成 今天看到每位小朋友表现非常好 衷心的希望小朋友们在人生道路上 都可以继续快乐学习成长 这轮回幻视报道